大富翁版本真的多到数不完 我就有一副1998年生产的三藩市大富翁 兼且还是历史版 今集我就带你穿梭这个西方框的时空 游走这个陌生但是相当有魅力的城市 三藩市出发 Hello 我是李丹 我这集三藩市历史版的大富翁 是同期几十款美国城市特别版之中其中的一款 玩法是完全同原版大富翁一样 但是绝大部分的香港人都玩错了 我是很喜欢这款特别版 因为三藩市在美国来说是一座很独特的城市 它的帝离三面环海高高低低的地形 形成了史内很多大斜佬的美景 它的历史牵涉着原住民印第安人 初期殖民的西班牙人 独立后的墨西哥人 美密战争占领的美国人 早期离发淘金梦的华人 喜欢开枪单跳的西部牛仔 铲除恶魔倒恐怖分子的警探 大搞破坏的高智卫星星 重新安置金门桥位置的磁力王 还有只有主角不会有事的超级大地震 咳咳 最后那几个是电影来的 说明是历史版 它被玩家购买的地段除了是地点之外 也是一个时间的顺序 离开起点之后 头两个最便宜的地方是由1776年开始 顺时序 年代和价钱同步进升 直到最后1937年就是最贵的金门桥 而每个地方都会有一张照片呈现那个年代 我们仔细看一下吧 1849年是淘金叶的年代 当时美国的发展原本都是东岸 但是一发现有金汁 就引来好多的移民 不少得就当然是来法王金梦的华人 山长水远来到这里 还开始建设了Tralot Town 即是唐人街 不过很多华人来到这里都中了服 被迫去做苦工建造铁路 由美国东岸连接到西岸的铁路 必须经过漫长又曲折的山物 是一件超艰巨的大工程 而在当时的1866至1886年 就是西部牛仔最鼎盛的时期 包括了来自中西部农场的年轻人 英国的探险家 想脱离父母的年轻 或者叛变的士兵 来到加州这里渐渐形成了新的生活方式 1870年的Lock Hill 很多电影都在这个区域取景 因为它有很代表性的电车 Cable Car 这里也是三法市比较富有的地方 1877年的Fairview Building 即是杜伦码头 这座码头沿用至今 可以去到很多的地方 1900年的愚人码头 今天已经成为了旅游区了 我最深刻的就是在这里吃蟹 味道就比亚洲人主就清淡了一点点 在这里吃街边就要小心点 因为这里几多海鸥 几多好想抢你食的海鸥 1922年的Lombard Street 俗称九曲花街 是一条融合花园和马路 弯来弯去的一条街 喜欢慢慢开车 享受驾驶的朋友 我觉得一定要来这里游一游花园 才要做来个三法市自驾游的 好 来到最后 科伊特塔和Golden Gate 金门桥是三法市最具代表性的 它在1937年4月建成那时 是世界上跨距最大的圆索桥 它用到一只叫做国际骨的颜色 来做主色 因为建筑师艾尔文莫来认为 这颜色是与周边环境最协调 尤其在大霧的时候 依然被人一种醒目 又相当超脱新穎的感觉 接着又讲下机会和大众宝藏 它保留着简单的单式设计 有怀旧味 这些公仔其实都是很有趣 不过通常我们玩的时候就很少看得这么细 最不少就当然是Decash啦 它也是有属于自己紫围的样式 金门桥就是一个代表啦 接着又讲下这八粒棋 基本上都是大富翁传统用到的棋 跑车 战船 独轮车 苏格兰狗 蛤 高顶礼姆 烫斗 马同骑斯 大炮和适中 咦 似着 适中 其实很多人都不太知道这件事是什么 好在我有位精通服装设计的朋友阿斗 告诉我 这一只呢 其实是顶针手指图 它是缝印的时候顶着针 刺皮具或者胶具或者布很厚的时候 针刺不穿那么多的时候 就要靠去顶着针 那就不会直接刺到自己我们的表皮 搞得我们会流血 我觉得这粒棋 不多不少都代表了大富翁一种历史性 记录了当时缝印应该是一个多严满的工作 看了我这款大富翁之后 是不是想今年的目标就做一个大富翁呢 不是吧 这个年头还有工作都托乃啦 但是在1934年 一位叫Charles Darwin的美国人 他正正身处于经济大萧条年代的美星 和很多人都一样 他都失业 在无聊之间 他就设计了一个用地点街道来做地图 用钱做筹码 扎适者来玩的游戏 用来打发他最艰难的时间 谁知道这个叫Monopoly 大富翁 或者叫地产大亨的游戏 经过一位做印刷的朋友协助下生产出来 短时间内就在费城一间百货公司 一卖就卖了5000套 咸鱼翻山 不过海量那么多的新订单 令他搞不定 在1935年就卖给了Parker兄弟 发羊光大直到今天 说完之后我自己都觉得好励志 麻烦看到广告那时不要skip 一个广告我想都赚到一两毫美金 以我每套片有几百人看 我每个月不是赚到几十元港币 看来我要做大富翁又走近一步了 新的一年就祝你身心看泰 开心的心情时刻在心中 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like 订阅 和按这个小叮当 日后会有更多的分享 下次见啦